一股濃濃幸福洋溢的婚禮氣氛 就會緊緊跟隨 沒錯 他們就是以婚禮歌手節目入圍 綜藝節目主持人獎的 黃子嬌 嬌哥 和露露 黃露子英 師徒倆一起來到星光現場啦 婚禮歌手節目 以新人心中的婚禮歌手名單為主軸 交織出融入台灣婚禮過程的 校類情感交流 同時也入圍了綜藝節目獎 到底露露在主持人獎 失之交臂八次之後 能不能夠搶下 人生當中第一座金鐘獎呢 絕對會是今晚最受瞩目的焦點 嬌哥還有我們的露露 嬌哥這麼重視這個口腔健康 是啊 剛剛要不要來一點 沒… 煩煩 沒關係… 嬌哥… 露露是你的愛徒嘛 對不對 她今天晚上非常有可能 得到她人生當中的第一座金鐘獎 如果她真的得到了 你要怎麼樣慶祝 送她一個愛馬仕包包 天啊 假的 真的假的 我那麼愛她 那麼疼她 而且 妳今天晚上 其實她今天是最輕鬆的 因為她的答謝詞已經寫了六年了 對… 我還比較緊張 天啊 愛馬仕包包不是開玩笑 有七位數吧 沒有 我是買小肺包 小的 小肺包更貴 小肺包是最貴的 有錄影城鎮… 全世界都知道了 天啊 那今天焦點絕對是LULU了 因為妳已經入圍了八次 謝謝 謝謝 我不小心笑出來 那今天又是雙料入圍了嘛對不對 那妳有沒有信心 應該勢在必得了 有啊 有到不行耶 衝著愛馬仕要得獎吧 真的喔 我都不知道妳來這一招耶 要…我會得獎喔 一定要… 加油… 我覺得已經… 已經勢在必得了啦 對… 因為機率問題 對啊 我怎麼有幻覺 這是包包嗎 對…已經在前面… 伸手拿就拿到了 倒我劈圖 沒錯… 還以為她拿得到了 我也想看 不過既然要幻想的話 我們再來幻想一題 好 LULU 你們因為主持這個婚禮歌手嘛 經常會看到人家請了一些婚禮歌手來 如果哪一天妳結婚的時候 妳希望妳的另外一半 替妳請到哪一位來當婚禮歌手 哇 我還真沒有想過 妳還要先嫁得出去才行嗎 對 我要先找到另外一半 我喜歡妳 我要先找到另外一半可以嫁 然後妳剛剛說 我還真的是沒有想過 請誰來比較好 但我想說如果萬一請到這個人來 我真的會下風 誰 誰 千萬以後不要請憲哥喔 因為她會帶卡拉 轟天蕾來唱歌 所以妳是帖子也不發給她是不是 會啦…愛她… 她是講說不要請誰 但其他人都可以了 除了憲哥之外都可以啊 對… 除了憲哥其他都會很驚喜 沒有啦 就這樣叫我愛她 我有一個很老的朋友 最近要付出叫幹狗龍 是嗎 很奇怪的一個角色 要確定耶 好啦 都愛她 這個來婚禮太開心了吧 不是啦 希望你們今天 真的能成功敲響金鐘 像婚禮的那個鐘一樣 好 謝謝 鳳哥還有祝福露露 謝謝 蕭哥要幫露露跟小孩子和解 蛤 我們有沒有過節 對了 對喔 這另外一個看點 如果忘記了 我覺得超好笑 怎麼我明顯要變成這樣 沒事啦 當然沒事啊 我必須講今天一定要讓她 從被誤會的雙面人 變成得獎人 OK 我們要給她一個新的 新的hashtag 加油加油 露露有信心嗎 有有有 一直到今天就是 終於有那個緊張的感覺就來了 有嗎 有 因為我剛剛一直在車上 在你車上 你不是想落賽嗎 我一直很想落賽 而且我已經落了已經三天了 一直有落賽 所以我每 我的衣服每次都改得很剛好 然後到當天下午又會再變鬆變鬆這樣 很像那個加油站的那種 那種加油條有沒有 快越來越鬆像怎麼樣 很洛氣 但她其實是應該最放鬆 因為她得獎感已經擺了六年了 對 隨時可以拿出來唸一唸 沒錯 然後我剛剛也加碼 如果她今天得了 我就送她一個愛馬仕 哇 這個她真的等太久 但因為包包也要等個五六年了 所以但她很習慣等待 對對對 善於等待 說如果大日門得也是要送她嗎 大日門得不不不不不不 只有婚女歌手得 對 你真的是突破盲點 大日門的是憲哥的扣檔 林姐 對不起我多等了 我剛剛想說抓她 Give me back Thank you 教科請問一下 你跟她老師的那個 價位是多少 一定是薄金 要不就凱莉嗎 哇 對不對 我敢這樣講就是勝算很低 我才敢這樣講 對不對 不然我就送皮帶就好了 什麼話 做這種人啊 但真的喔 就是只有婚女歌手才有 好 謝謝 謝謝 什麼 謝謝姐姐的蝦子 謝謝她幫我禱告 那因為我是屬於中西合璧線 所以謝謝上帝之後 我下午又去了龍山寺 希望兩邊的神都幫忙 好 好